只要脱光衣服在床上睡一晚 醒来就给你一百万的报酬 你愿意吗 而想要获得这份工作也不容易 面试时 需要脱掉衣服被仔仔细细检查身体 身上不能有伤疤纹身 无不良事好 才可以过关 女孩露西凭借恶诺多姿的身材 雪白无瑕的皮肤 很快就面试成功 接下来 女管家跟露西讲了 工作的报酬以及要求 女管家还向露西保证 不要担心工作期间会受到伤害 临走前 女管家好心地提醒她 可露西才不管那么多 她只在乎工作报酬的多少 因为露西是一名大学生 父亲早逝 还有个酒鬼母亲 不仅不负担起抚养露西的责任 还经常给露西打电话要钱 担子压在露西一个人身上 她的学费只能进行贷款 没有办法 为了还贷 露西不得不额外找兼职 下课后 她会去餐饮店当服务员 空余时间 她会在印刷店兼职 晚上还会给上流公子哥陪酒 偶尔还会去实验室当小白鼠 因为拖欠房租 下班回家的她 还要替房东打扫房间来抵债 每天露西都累成狗 回家直接瘫倒在床 除此之外 她还有个男友 但是男友的身体不好 不能出去上班 即使如此 露西和男友的关系依然很甜蜜 男友的存在就是露西惨淡生活里的一束光 他们经常会共赴晚餐 还会窝在沙发上聊天 就像正常的小情侣一样 幻想着未来美好的生活 只有在男友面前 她才能真正地放松 做回自己 可就是因为这样 过惯了贫苦日子的露西 每天醒来满脑子都是如何挣钱 在得知有这样一份高薪工作后 当然毫不犹豫地就去了 得知主要工作内容是服务后 她决定花大价钱 在上班前一天将自己修饰一番 她去美容院修脚 还去做了有痛脱毛 痛得露西仰天长笑 然而做这些 只是为了让将自己的皮肤更加光滑细嫩一些 隔天 女孩按照约定时间 被司机接到了一个私家别墅 她按照管家的要求 穿上了特定的服装 在交代完毕后 随后就被带到大厅 跟同事们一起服务这些有权有势的老头们 看着习以为常的同事们 露西故作镇定 给他们端茶倒水 露西人生地不熟 第一次来 就被一个老头使了坏 她故意将露西绊倒在地 供大家娱乐 虽然发生了不开心的事 但露西在同事的安慰下 很快就调整好心态 工作结束后 露西疲惫地回到家中 看着手里大把的钞票 她恍惚了 她觉得这种赚钱方式真的很好 只是换了一身工作服去服务而已 工作轻松 来钱也快 然而事实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女孩用打火机点燃了一张美钞 不为别的 她就想闻闻美钞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她看着缓缓燃烧的钞票 不禁幻想着自己摇身一遍 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这要从一则招聘广告说起 女孩露西在校园内看到一个高薪的工作 需要装扮上规定的衣服和妆容 和其他女孩们一起去服侍有钱有权的老头们用餐 渐渐地 露西迷上了这份工作 她把女管家的劝告完全抛之脑后 她开始懈怠原本的兼职 因为她在这份工作的影响下 已经看不上那些碎银了 直到打印店老板过来 她才不情愿地起来工作 几天下来 见露西如此对待工作 打印店老板也将她辞退了 被辞退的露西回到家里向男友寻求安慰 她控诉着这个世界的不公 家庭的 工作的 学业的 压得露西喘不过来气 露西给她讲述电视上小灰鼠世界的生存法则 希望能以此来安抚她的心情 因为露西之前的服务做得不错 于是女管家依照之前所说 给露西晋升 她给露西打来电话 问露西是否接受下一份工作 露西在询问过报酬后 很快就答应了下来 隔天 露西依然被之前的司机接往工作地点 下车后 她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一个女孩被男人搀扶着送上了车 露西停了脚步 心中满是怀疑 这时 女管家已经出门迎接 露西便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女管家先让露西去沐浴更衣 随后告诉她工作内容 原来这份工作比之前轻松很多 不需要自己服侍 只需要按照要求 喝下神秘药水 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 睡醒就可以拿报酬回家 女管家依然向露西打包票 绝对不会发生出格的事情 让露西安心 按照要求喝了神秘药水的露西 很快就沉沉地睡去 随后 女管家和一个白发老头坐在床尾聊天 白发老头讲述着自己的一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上流社会的人依旧如此 他们基本上都已接近走进生命尽头 失去了年轻的梦想 失去了年轻的活力 而这份工作 就是让女孩们慰藉老头们的心灵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因为老头们都是功成名就的人 为了避免危险的出现 所以服侍的女孩们一定要喝下神秘药水 第二天很快到来 真的如女管家所说 快得连梦都没来得及做 事后露西也没有觉得身体有任何的不适 而报酬也比之前的服务员翻了几倍 这给露西开心坏了 回到家 她不再忍受房东的白眼 果断拿着自己的钞票 去了中介所 租了更大的房子 交易还在继续 这次的老头是个秃头 露西依然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 女管家嘱咐完视相后就离开了 秃头老头看着床上的露西 不禁心犯涟漪 她立马掀开被子 退去身上的衣物 将眼前的油雾翻身过来 秃头老头用烟头烫露西的耳后 来测试露西是否真的睡着 心满意足后 老头便拼命瞬息露西身体中的青春活力 来抚慰心灵上的缺失 这天 在上课的露西接到了男友的电话 她飞奔回家 原来男友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不忍心继续拖着露西 所以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想要了结自己 露西看到一心为自己的男友很是伤心 她和男友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享受着他们最后的快乐时光 男友去世了 露西失去了一个可以谈心的人 她只能努力工作来不断麻痹自己 可生活依旧继续 她开始流连在各种场合 和其他男人们畅聊人生 可她眼里已经没有了光 她不再快乐 因为她最爱的人已经不在了 女孩是特殊服务者 身着清凉服饰老头们用餐 身披床单陪伴老头们睡觉 事后都能获得极其丰厚的报酬 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吗 露西在上次回去的路上 发现自己的耳后受了伤 这让她很是不解 从而对这份工作也产生了怀疑 然而露西试图询问女管家 能否让自己清醒着服务一次 女管家像是知道她会有此要求 准备好了说辞 以客人的隐私为借口 将露西的请求挡了回去 露西哪肯就此放弃 于是她在好奇心的去世下 去买了针孔摄像头 想记录下来下一次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 露西被手机铃声吵醒 是女管家打的电话 由于时间紧急 她已经派了司机 在露西家门口等待 事出突然 露西立马收拾 还不忘带上了摄像头 等待电梯时 露西听到了邻居来送别男朋友 她不禁也想起了那个满心为自己的男友 回忆起之前的甜蜜生活 电梯到了 她立马冲进去 想逃离此地 露西很快就被送到了别墅 女管家依然在门口相迎 露西一脸不适地出现 女管家不禁为她担忧 露西笑了笑说自己没事 随后两人向流水线上的工人 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 女管家为露西调制神秘药水 露西一口喝下 回到房间 等女管家走后 她强忍着困意起身 将事先藏在嘴里的摄像机 偷偷地放在了正好对着床的花瓶上 而这次来的 是之前第一个服饰的白发老头 她看了眼床上的露西 跟女管家交谈了一回 服下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 原来老头打算这次长眠于露西身旁 等到第二天 女管家来到房间 照例打开了窗 看了眼早已凉透的老头 便来叫醒露西 可是触碰了好几次 露西都没有醒来 女管家慌了 害怕露西是喝了过量的药水而死亡 她立马爬上床 使劲摇晃露西 好在露西只是比平常喝的多了些 睡得有些沉 可当露西醒过来 看到旁边已经凉透了的老头 瞬间明白了睡美人的真正含义 强烈的恐惧让她崩溃大哭 此后 露西放弃了这份高薪工作 回归了正常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她塑造了两个世界 一个是琐碎的生活细节构成的现实世界 而另一个则是唯美不仅构成的隐秘世界 那里美丽又充满着欲望 露西进入了隐秘世界 就像电影里的小鼠那样无助 她受惊吓拼命地尖叫 但这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她还是那只小鼠 而不会变成一只猫 生命的规则只会不断地延续 留下的只是睡美人的回忆